登登登登,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给大家讲,能看见鬼的刑警,初荣 初荣带着善语去找小孩妈,可不曾想 这是善语的神,女高中生的魂 小孩妈就在前方,善语却突然失去意识 初荣无奈之下带善语撤退 临走前,小孩妈给了初荣一个提示 L3,这是什么意思呢 善语休息了一晚,状态有所好转 初荣去天台找女高中生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就上善语的膳了 以前可没发生过这种事 他的无形之举差点害死善语 初荣让他好自为之 再有下次,就让他魂飞魄散 不久后,善语醒了 他的记忆停留在昨天和初荣在天台见面 后面发生了什么完全想不起来 这时,幸存者醒了 他们赶忙去医院 幸存者就当我的记忆也不懂 上了辆出租车,吃了个口香糖 然后就失去意识了 醒来后,看到出租车司机躺在地上 再然后,就被人抹了脖子 天太黑,男人也一身黑 根本看不清长相 只记得脖子后面有个五角星纹身 另一面,初荣问小孩L3是什么意思 小孩不知道 又到了用药时间 小孩对打针很抗拒 哭闹个不停 初荣说想死就继续挣扎 无论如何挣扎 你妈爷,善于打断了初荣的话 怎么能对小孩说那种话 初荣也不想这样 怀着尖要的心情等待一个回不来的人 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事了 这就是他想实话实说的理由 离开医院后,初荣来到小孩家 还没等他找出什么线索 就听到外面有脚步声 躲起来一看 是个女人,卖保险的 初荣向他打听小孩妈的事 他上次和小孩妈见面 是因为保险解约的事 据说已经找到了捐赠者 手术日记也定下来了 小孩终于有救了 他喜极而弃 从保险女娜了解完情况后 初荣又来到中餐店 他又找一个叫黄丰浩的人 这帮人疲里疲气的 不给他面子 那只能用武力解决了 黄丰浩一看形势不对 把腿就跑 初荣很快便追上了他 就这,他还不老实 初荣把他靠在铁轨上 就一个问题 脖子后面有五角星纹身的人是谁 不交代是吧 火车马上就来了 他还是不说 说了也是死 初荣最喜欢对付这种人了 那就早死早朝生吧 下辈子要做个好人 火车擦肩而过 快把他吓死了 这次是他运气好 一分钟后还有火车 是听天由命还是老实交代 就看他自己怎么选了 这还用选 狗活不比死了强骂 那是一个叫黑星的组织 手段相当残忍 初荣回去查了一下资料 还真是无恶不作 烧杀抢掠 样样精通 而且还贩卖人体器官 那晚善语胸口疼 看来贩卖器官是重点 他立刻把黑星的资料交给善语 与此同时 女高中生也在分析案情 那晚小孩妈给他看了一段记忆 但他搞不懂小孩妈想表达什么 之前的失踪者都坐过出租车 小孩妈要在医院照顾小孩 怎么会大半夜的跑出去呢 他突然想到一种可能 一看初荣在广搜队 他立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初荣 如果小孩妈根本没离开医院呢 失踪那天 医院周围的监控没拍到他 肯定是在医院被绑架了 善语没日没夜来寻找线索 初荣也没限着 小孩妈给出了L3的提示 解开L3的秘密才能解决这件事 善语那边率先找到了线索 器官移植手术的等待名单上 有些人取消了预约 后来又接受了移植 而且都是在小孩所在的医院做的手术 晚上 初荣来到医院 他又看看失踪当天的监控录像 另一边 坏人道出了真相 原来他们看中了小孩妈的眼睛 小孩妈废了 还有小孩 他们准备把小孩的眼睛移植给别人 而和黑星组织有关联的 正是那个组织医生 与此同时 初荣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 和小孩有点类似 小孩是在等妈妈 他是在等爸爸 他从小就能看见那些不好的东西 年幼的他很害怕 可惜没人能保护他 回过神连的他继续查看监控 功夫不复有新人 终于找到线索了 他前往医院验证自己的想法 殊不知 黑人盯上了他 另一边 单位申请的搜查令被驳回 明面上说证据不够充分 实际上是因为医院院长关系硬 就在大家一重莫产的时候 女高中生发现新的线索 有个同事给女儿买了新玩具 这玩具他在小孩妈的记忆里见过 小孩手上拿的也是这个 这玩具能录音 里面肯定录下了什么东西 可惜他一见女鬼 知道这些有什么用 出容不猜 没人能听到他说话 他又谋生出一个想法 要不再上一次身 医院那边 初荣来到他在监控中看到的地方 揭开墙纸 L2 再揭开一个 L3 看来这就是小孩妈给的提示 他第一次遇到小孩就是在这 小孩说是来找玩具的 还没等他履清线索 黑衣人就对他下手了 还好保安来得及时 初荣躲过一戒 女高中生上了善与的身 他联系不上初荣 只能先往医院跑了 这时 医生把小孩带走 他骗小孩说 只要再打一针就能见到妈妈了 而且以后也不会被病痛折磨 小孩很开心的说 那快打吧 我不怕打针 关键时刻 善与闯了进来 他还不知道医生是坏人 他跟小孩借了玩具 拿了里面的内存卡 然后问医生能不能用下电脑 里面果然有录音 是小孩妈对小孩的祝福 那天他正在录音 医生和黑衣人突然进来 两人在吵架 医生想终止合作关系 他本以为一次两次就行了 没想到还有三次四次 坏事做多了 他晚上睡不着 可他在赌场欠下几十亿 不用这种方式偿还 黑星组织就要拿走他妻儿的器官 一不错 不不错 他没得选 小孩妈一激动 按下了玩具的开关 声音暴露了他的位置 他当时就躲在那块L3的板子后面 黑衣人直接干掉了他 玩具就掉在地上 医生准备对善与动手 善与推开他就跑 医生拽着他的腿 他赶忙让小孩先跑 小孩还不忘把玩具带上 善与一脚踢开医生 正准备逃跑 黑衣人出现了 他没对善与下杀手 这小美人留着还有用 另一边 楚容终于醒了 小孩跑来找他救善与 可还是晚了一步 善与被带走了 他立刻开车去追 可惜车机不行 被堵在了路中间 他改变策略 请求支援 不久后 善与被送上手术台 黑衣人让医生主刀 干完这票都能两清了 就在他犹豫的同时 楚容追上来了 楚容不说话 见面就是干 医生一愣神的功夫 善与醒了 这一生没什么战斗力 善与轻松搞定 这时 黑衣人出现 还是老套路 用人质威胁楚容 楚容不敢轻举妄动 黑衣人挟着善与逃跑 楚容跑出去寻找 两人躲在树林里 这一幕让善与想起了过去 楚容很快便发现他们 然后再次和黑衣人缠斗 黑衣人既不如人 命丧当场 天亮后 警方找到了小孩妈的尸体 而善与又和上次一样 对前一晚没任何记忆 楚容去安慰小孩 这个安慰可是很有讲究的 不能说你妈不要你了 死了 不回来了 这样太伤人 而且也没什么意义 重要的是 怎么让她坚持下去 好在小孩听懂了她的话 可以勇敢的面对生活 小孩妈向楚容身居一共 心愿已了 她可以安心的走了 楚容又想起了泰西 泰西不仅是她的同事 也是她的搭档 她的好弟弟 可惜 却因七年前的事死了 这件事对她的打击很大 楚容去广速对见女高中生 虽然她违反约定 上了善与的身 但这次也算立了功 楚容就不跟她计较了 她有件事很好奇 上次晕倒时 脑海里出现了楚容的画面 她好像生前见过楚容 楚容不信 徘徊在人间的灵魂 不会有生前的记忆 只有挥之不去的怨恨 女高中生想了想 好像是这么回事 她都不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 楚容告诉她 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怨恨 也不是鬼 是人的欲望 人的欲望无穷无尽 别鬼可怕十倍百倍 善与来到天台 楚容把她落在车上的笔记本还给她 听到楚容说明 看里面的内容 她这才放下心来 里面有她的小秘密 她打开一看 应用眼帘的是一张照片 女高中生竟然是她闺蜜 楚容第二集的故事 到底就结束了 有些人你想象不到她有多坏 正如楚容所说 鬼并不可怕 人的欲望才是最可怕的 好好的一生染上了赌博的恶系 从而见下巨额赌债 与恶势力为伍 她在救死扶伤的路上越走越偏 失了伊德 灭了良心 从以人为本 变成了一切向前看起 结局就已经注定 所以说 赌博害人害己 千万别碰 别老想着回本 别老想着自己能赢 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就已经掉进了陷阱 珍惜生命 远离赌博 这是一条不归路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点赞时之更的动力 关注是队友的鼓励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